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找一张像这种就是说对这样子一个照片然后呢就去成这样子一个图片因为我也没有现成素材你看现在其实很多就怎么样像这样图啊应给节省掉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应还是需要的像这一对好然后就这样子那我就先就拿这张吧然后我们可能做一两次练习然后把我就在 在百度然后产品照片对你们可以按着这样子然后对呃这样子呗好我那个我刚刚pinscream已经把这样图给烤进来了那我们这样子把这样图先放大一点 那这样图放大以后对那第一件事那由于这个图可能呃对我们照这样子吧没事好那这样子我们先把这个图抠下来就顺便当做一个抠图的练习我本来想抠图和那个 呃去底我想分开或想呃抠图会放在一起我比较好因为pins的话如果你抠图抠不好真的会有很多的麻烦特别对所以呢就看一下对然后上午就不太清楚了就照这样抠吧啊因为其实通到那个我不太想交易通到那个说实话如呃不是专业的就是真的要平面专业他们用的差比较多而且 如果你是做电商什么的说实话这个用的因为像电商什么的他们那些啊都有那个就是说都是弄好布景然后你直接拍然后那这边pp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用了啊微信那个不用管他啊经常这样子啊 我忘记关了因为平常拍的话我都是忘记关的那呃这个部分对所以说就这样子哦对 好那个我们第一个快扣完了我就把蓝色这个也给扣了吧好吧可以吧 然后蓝色这个然后我们我们钢笔通常怎么扣完一个我们可以不用急着把它扣上我们可以把这个对只要是说啊A和B的这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啊就是说第一个钢笔只要你是那个扣着扣结束了以后吗你结束以后你就可以是说啊在在直接在就是说再扣就是说你可以同时几个钢笔那个草稿 放在一起只要你保证你前面那个是已经闭合了如果不闭合的话那就是说会连在一起那像这种地方是什么那个他相机拍照的时候对焦问题那不管反正我们就那个照那个因为这个部分银黄那个太那个了我就不要了啊就不清晰什么的微信也比较多啊 我先推出一下啊OK好这样子然后讲我刚点到什么啊这个这个按键是吧好这个是那个三那个开三个就没有然后控制一下控制变成选区就是说我们已经选上这两个区域了然后控制一下追 可能在这一时候哎这时候你会发现对然后扣头最麻烦什么对就有黑边那有黑边的时候那你们要怎么样就说像有些时候最麻烦就这种地方就像这种那你可能就说再需要扣控制一下 对就把这些黑边给去掉因为啊对这个扣头扣久了你们就知道那个界限点在哪就说哪些要扣多一点哪些扣少一点啊而且这个是彩色你们通道那些其实几乎也用不上那些技巧 所以很多时候只能说靠钢笔然后耐心慢慢抠对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你看这样子稍微就干净一点这样这里也是 这个呃对像这些地方 这样这样子啊那用久你会看见我用口其实我都用快捷键ps建议大家就说都用快捷键好那就大概这样子然后这时候我们底图留个底然后一个呃隐藏掉 然后这时候扣就加入 然后这个对前面有讲过的这条原色什么的对然后这时候把它调整黑白的 拉在黑白了以后点一下那个橡皮叉衣 然后这时候对吧该收缩小的缩小一下把该放大放大一下 当然你可以不调黑白没有问题我认为也可以但我通常是这条黑白啊那如果是说不调黑白好像会真实一点对吧那我就不调黑白 就一样吧一样没差但我通常都会调 因为那个我通常拍东西很少是彩色的我拍都是黑白就是都是黑色什么为主所以通常直接拉 那像这种彩色的对 然后像这里刷掉然后就这样子是一个最快的方法去做一个阴影 就说如果你没有一张图然后你想弄个阴影怎么弄就说你觉得说我之前弄的那个说啊 不是很真实我想那个真实你也这样子刷呗 反正刷到你满意你觉得这个阴影是ok的就可以了那你看然后再把这两个然后一起选上啊 然后你看反正就哎 对就这样子然后就完成了就一个很简单的去底然后呢又因什么的当然你们可以再好好修饰一下对像之前教的 Ctrl加L 照片调整可以再曝光后再怎么样的对吧 然后白色的底或过多 像这张底图了我现在我再 copy张出来我先把印给隐藏掉啊 这个多然后我可以这样子 那就剩下这样新新拷贝出来的底图吗 我可以这样子对 把这故意调曝光 故意调曝光说 哎你看是不是印其实就很明显了 有没有觉得 其实通常 最简单的 这样子一个印就很整 就白的地方让他曝光吗 暗的地方让他不曝就这样子 但是像右边这个就报销了就这样子啊 就右边这个反正你们 因为刚刚那个图我放大了那这个所以就 对所以就你看印没有对上位但其实是可以对上的对 好那就 抠图呢这是第一个练习 然后我们那个都会再做下一个好那个就到这里那个下次见 就去看吧 我们下一次 那就是 那就是 这种也就关了 那就是 感谢观看